我有一件事想說的是甚麼呢? 柯文哲台北市長民眾黨說 我們是活在一個豬羅紀的時代 每一個生物都會找到它自己出口 必須要自求多福貿求轉型 它這件事是社會達義民主義 物見天責,適者生存,不適者滅 要滅亡的這一點 總之你就是一個豬羅紀的生物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出口 你要轉型就可以了,一定有路走的 這種說法呢 我說為甚麼我會批評它 在一個自由的市場競爭裏面 這件事某程度是對的 但是它是一個掩眼法 根本現在不是說自由市場 柯文哲 自由市場就是說 你沒有政府干預 放任你們自己在社會上 尋找自己的競爭 這個我覺得應該放任大家去做 你有最低限度的社會救助機制就可以了 給大家鼓勵大家積極向上 不是個個大鑊飯,個個都有福利金 我又反對這些福利國家的事 所以我不是左派,我說得很清楚 但是你今天柯文哲說的這件事 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甚麼呢 你今天你在製造這個侏羅紀公園出來 你通過政府干預 去訂立一個干預市場的政策 而搞到這個侏羅紀公園出來 你沒有政府在說 不准你做事 不准你外賣 不准你開門 卡拉OK關掉它 藥房可以照做 但是那些餐飲業只可以做外賣外送 其他甚麼內用一個都不准 台中、台南、左右高雄這些縣市 連續好的00000確診 都不准你要埋單 因為覺得高雄和台北會有通勤的 你會害到大家 然後你開業的話報復性消費來了 又會和大家消費 所以我就只要和大家說一句話 這所有的東西是政府做出來的詭異政策 導致了一個侏羅紀公園出來 今天剛剛讀的數字 為甚麼會搞成這樣 你可以掛疫症 我就說你學日本的做法 或英國的做法 疫症爆得高的時候 你就壓一壓 好像開始台灣 在兩個多月前壓一壓它 即是三級境界 之後經過一個月的時間 數字回落了 就可以要放的 你不可以等到清零的 你也不可以等到到十、二十這些位置的 也不可以等到接種率要超過七十、六十、八十%的 這是不可能 餓死而不是病死 OK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一定要這樣 那麼回聲怎麼辦 回聲他們就無封無盡壓了 英國就是這樣做事 日本就是這樣做事 你說日本數字很高 但它不會因為這樣 殺到百業蕭條 台灣就是一個 好像我們以前讀書那些很厲害的優等生 它可以 齒班民報說得很對 台灣政府都做得在這方面很厲害 就是考第一很厲害的人 第一他們兩個很厲害 就是說 中國武漢肺炎爆了那麼久 從2019年的年尾到2020年的五月才失守 守了那麼久 這個世界奇蹟 零確診 很少的確診 好了 爆是因為三加十一 這個漏洞 華航機師等等的東西 好了 進一來之後 大爆發 社區爆發 接著禁 禁足是六十九日 大概七十日時間 五月到七月二十六日 六十交日時間 禁足這個時間 於是乎由最高峰的時候 去到五百多宗 一路回落到昨天的十宗 再前回的就是三十宗以下 有試過一日個位數字 就是樂樂會是這樣的地方 這個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代表了不是政府厲害 是台灣人本身很自律的 你想想如果在香港 你試一下 你說三級警戒 他不理你 照來吧 但你出去沒有人搭車的 不是沒有人搭車 十個人剩下三個人兩個人搭車 有 有些師奶都要買菜 我也要搭車 我不搭車 我怎麼看到人搭車 但這些東西是合法 還有我會看上樂班時代 在這幾個星期是多了人的 會不會迫到物質質 不會 又坐 車上面多了人 OK 曾經有試過都是要站的 沒得坐的 OK 也都會有一些日子 就是相當覺得 譬如下午 我今天去台中 譬如我兩三點搭車 搭巴士 去台灣車站 你看到 哇 整架車只有三個人 除此司機之外 只有三個乘客 就是挺有趣 就是台灣的單陳巴士 所以眼看完 這個就是台灣的情況 那你說 這個情況 你還有什麼原因 是台灣人的自律 自律之下做到這樣 這是台灣的第二個奇蹟 第一個奇蹟就是 封了那麼久 守了一年半 差不多才失守 這是第一個奇蹟 第二個奇蹟就是 它可以很快的控制到疫情 這個是超乎人家的想像 沒有人可以在69天之內 可以將疫情去壓到10 第三件事 自己做自己的疫苗 我們要等台灣 用激蛋白的技術 即類似Novavax的技術 即是最根本的技術 去做一個自己的疫苗 高端疫苗 這個就會在八月或九月 會退出市面 現在正在做第三期 另外你會看到台灣的接種率 亦都開始往下打 即換言之 很多開放不同年齡層 都可以去接種疫苗 有很多不同的疫苗 給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指定哪種疫苗 你不指定哪種疫苗 都可以 登記了有好好的制度 去施打 整個過程是很順利的 保持衛生距離 整個安排相當有秩序 學了日本人那套 這個就相當是文明的 你會發覺到 就等我疫苗 那我會不會打呢 就到時才決定 我到現在都沒有慶治打 OK 很坦白跟你說 而我認識到很多的 一些志同特合 都是說的不會 但是外於政治不正確 我從來都不會說政治正確的話 有些人是政治不正確 所以那些就不敢說出來 但是大家心裏都明白 這個就是現在台灣的情況 那你說之後會怎樣 之後就是說 看回究竟這個台灣 可不可以能夠及到這樣 使你的生意好 我就說 這個這麼好的優等生 就是等於第一張成績表 你由年多都沒有疫情 第一張成績表 你可以這麼快控制到疫情 第二張 第三條A是什麼呢 有疫苗可以製造到 不知是給台灣 輸出去外面 賺外面的錢 這是第三號 救外面的人 真是這個很厲害 但是你三條A 你犧牲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三條A犧牲的就是 你做不到張家朗 我不是張家朗的 你幫我讀書人 我有犧牲的 人無緣人 你三條A 我剩下你 Straight A 但是你犧牲的是什麼呢 生意 自由 政府的權力擴張 威權的國民黨 民眾黨的政治 開始氾濫 中共可以通過一個 開始經濟陷於衰退的台灣 一個有回落的台灣 去煽亂 我經常說疫情不可怕 人才可怕 疫情一點都不可怕 因為很簡單 這個疫情不是伊波拉 不是沙士 它是死亡率只有1%的武漢肺炎 而這件事是有藥醫 而一些藥醫 特朗普已經試過 也有疫苗可以打的 這件事不可以叫它絕望狀態 是打一塊打一萬病多病少的問題 每個人要為自己生命負責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脆弱 而自己可以承受到副作用的話 就去打 這件事沒有問題的 這不是說我怎麼知道你不可以打的 我就會覺得 第一 我會覺得我會死亡的機會低 第二我會覺得 這個疫苗始終我們看看 有沒有國產疫苗可以打 你問蔡英文她在等國產疫苗 難道你罵蔡英文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每個人有自由選擇 自由選擇是否接種疫苗 OK 自由選擇是否去營業 這件事的話 政府可以在極端的情況之下 採取一些三級措施 但一定要適當時候 一定要放鬆 我覺得第一 台灣政府放鬆得太遲了 不過遲到好過沒有道 第二件事就是說 兩個地方政府 要強行限制人民的自由多一段長的時間 一個就是國民黨執政的新北市政府 侯友宜 殺害鄭南庸的兇手 另外就是台北市長 柯文哲 民眾黨的人 他們這樣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共產黨有一套劇本的話 他知道台灣的問題不在於疫情 現在已經不是這個階段 台灣的問題也不是在於疫苗 已經不是這個問題 台灣現在的問題是在於經濟 Stupid that's economy 這是Clinton說的 雖然他是左膠 但他是在說這個 你經濟搞不好什麼都禍 我告訴你這是很嚴峻 民進黨為何所謂的民望會有回落 不是因為他和那些柯文哲鬥嘴的問題 不是因為柯文哲自己搶了他那些民望的問題 這些民意調查我通常都不是很理 但我只是告訴你 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經濟低迷的時候民望高的 而台灣現在的情況就是 剛剛讀了一堆數字給你聽 為何大家會怨? 經濟一差就可以怨 你當時三加十一不做得好 疫苗又混亂 他又開始鼓掃的時候 開始賴些賴老 但歸根結底是因為經濟 你經濟能夠處理好人的經濟問題的話 很多時候是迎刃而解 你處理不了人的一個經濟問題 那些東西就是慘 他不會告訴你我窮我很慘 他不會這麼說的 他會賴其他東西 你以為那些東西才是重點 柯文哲那些說話才是重點 侯友宜那些說話才是重點 公關才是重點 怎樣有這個拿到BNT Botena這些外交的東西才是重點 那些固然是重要 但重點是經濟 是每個人都是面對自己家人 可不可以戶口 整家人靠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在他擺個麵攤 麵攤在那裡養的大佬 那你說聰明些你不去轉型 我這樣你就知道 如果你自由市場之下你說的是對的 如果你政府管制之下 搞到K型扭曲了 那個人不可以做生意 那你說素人的話 馬死當然是下地走的 不過這樣吧 我淹了你 你馬死下地走行行不行 那淹了當然不行了 你傷害我身體 那為何你要傷害別人的一個營業的自由呢 那要疫情嘛 沒有疫情的 那就過分過態太長 等太久了 就告訴你了 所以就告訴你了 不要在這裡轉彎抹角 現在是政府扭曲市場 政府干預市場 製造了一個諸羅紀公園出來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 政府這個魔獸不解決 一直的問題就會非常嚴重的 無論你是哪個政黨 我會覺得這件事我會講得很清楚的 民進黨有很多左膠在裡面 我會覺得這件事我都值得批評 但我更加要批評的就是 民眾黨和國民黨這兩個所謂的反對黨 他們在做什麼呢 拆台說話 然後更加極權 更加限制人民的自由 他根本做不到一個 真正的一個為人民謀福祉的角色 所以這件事是台灣的悲哀 希望大家明白 未來我就希望在二級之後 會逐一去增加我這個頻道的一些內容 拭目以待 我們希望每一個定時定刻都會有一些新的驚喜可以帶給大家 至於什麼 繼續訂閱 可以在上面 即是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不用錢的 另外就是 有這個Patreon在下面 可以幫助我們 如果你說你今個月已經越美 訂閱又交了一個月的錢 是 那你會不會下個月 即到8月1日 就是來訂閱Patreon 最好可以幫助到我 還有我在這方面 又是Patreon的錢 我會傳額給這個台灣香港協會 能夠幫助到他們發展有關的業務 這個是功德無量 希望大家 鼎力支持我的評論事業 多謝大家